中央新報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今天我們是在副院冷凍廠 他們今天開幕典禮 副院冷凍廠在高雄勤政浴港這邊 規模非常龐大 裡面設備非常先進 我們大概很多觀眾朋友都想知道 他們到底來做什麼業務 旁邊這邊有個漂亮的小姐 請他跟我們介紹志祺 順便我們公司大概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各位好 我在公司從事是品館的工作 那我們公司主要產品是水產品加工 包括了養殖魚還有海撈的魚類 全部都有製作 製作的形態有整尾的 就是沒有處理的就叫整尾的 這樣也就要處理喔 洗一洗 洗洗就要處理喔 對 然後排盤凍結 這樣就算了 那另一種形態是有將內臟篩去除的 那一種也叫整尾的 可是他有一些比較精細的作業 另外一種是魚片 魚片就是有切成把骨去除的魚片 另外一種是魚塊 魚塊是用電鋸的 那種電鋸的方式就含有骨頭了 它是從中間切的 輪切的方式 那叫做電鋸切 電鋸切喔 對 那我們這邊的那個冷凍是一般什麼超低溫冷凍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嗎 目前我們倒是沒做到超低溫這個層級 對 那我們這邊的這個成品喔 比如說我們的原料大概都是哪些 我們自己台灣周邊的海域還是都遠洋的 或者是我們有養殖的 以海撈的部分大部分是遠洋的漁業 那養殖的話大部分來自嘉義高雄 還是有我們在地的這個漁產 對養殖部分 那養殖部分在我們公司來講 它佔的比較大宗 差不多有60%的 養殖的喔 那現在台灣養殖就是水準都還夠嗎 那品質的一般養殖的比較不好吃 會不會有這種 不會耶 目前我們經營這麼久來啊 覺得台灣的產品真的是可以值得信賴的 所以大家都吃點健康就對了 對 因為其實主要是在94年之後 歐盟有一個藥產檢出之後 我們很嚴格的把關 然後之後這一段時間的管控 目前為止一切都還很順利的 一般像這種食品啊 你要到外銷比較先進的國家是很困難的 尤其他們的安全非常嚴格 啊層層關卡很多齁 尤其台灣在國際上處境也是很困難齁 那你們怎麼做到的 我們一個是自己品質 那個秉持了一個品質至上的理念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政府的有效的輔導 有輔導你們的 對 然後所以就雙管的努力 基本上自己努力還是很重要 其實 一定對啊 自己努力是最重要的 那當然政府是一個領導的那個推手 對 那就是說你現在這個比例是以內銷的比例多少 可不可以大概讓我們知道 我們沒有內銷 完全都外銷 對 那所以台灣觀眾要幾分比較可憐 就是沒辦法吃到這麼好吃的東西啊 不過 那你們自己要留一些給你們台灣嘗嘗看啊 未來 未來 還有擴廠就對了 對 未來有空間的話 那你自己對你們海產你有沒有吃過 有啊 有啊 真的有吃過 當然當品館怎麼可以不吃自己的產品呢 所以品館比較幸福 可以先吃看看 要先品嘗 聽說吃魚會很健康很聰明是真的 嗯 他呢 今天非常高興能夠訪問到他 那我們就是說趁這個機會 大概再跟我們講一下我們這個公司的一個規模狀況可以嗎 嗯 你所謂的規模是 這個員工是多少的人 那我們大概我們可以創造多少機會機會啊 這個現在很多政府人希望就是說讓我們知道我們台灣還是有 有希望的 不是都外道 不要大學生去當外勞 對 不要去殺牛殺豬的 嗯 大概他們講一下 嗯 目前在我們公司 在職員工有差不多兩百個 這麼大一個喔 嗯 以後繼續擴廠 有 有繼續要擴廠 聽說你們新的總經理有新的做法 年輕人衝勁很大 對 那你會比較忙呢 嗯 忙得有價值啊 有價值就對了 薪水多一點 啊 不是 有成就感 所以說賣魚還是要不要離開魚比較重要 其實我知道前陣區這一段 這一個地帶 很多是澎湖人當老闆的 可是澎湖來這邊也辛苦 都要自己打拚 總是要有努力才有收穫 所以這個成功經驗要告訴我們一些年輕人 怎麼去學習你們 大家就是要一步一腳印 要表情騙人家做好事 不過澎湖人都很乖 因為在那邊比較純潑 要變派比較困難 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他是澎湖之寶 可以這麼說 他是一個代表 也是代表性人物 所以澎湖 我看剛剛莊啟光議長推薦他 跟他不錯的 他也是澎湖的 莊啟光是澎湖 他東位的很好 所以他有淹源 不過他是真的是值得推崇的一個代表 他真的是好人啊 他真的是好人 他不是政客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支持他 也要支持公司 希望我們副業能夠越做越大 替我們台灣爭光 替澎湖爭光 好不好 謝謝您 謝謝您 握手一下 看會不會比較聰明 更聰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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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謝謝 好謝謝